好了,今天我们讲讲伊朗打仗 就是737的客机炒了 在伊朗境内刚刚打仗 就说基检故障移至聚位 180人现在都不知道生还是死啦 大部份的机会就是他打仗伊朗引致 就不关737本身的事 今集讲737究竟为什么上年会无端端炒了两架飞机 究竟整个737的家族的development是怎样会引致这件事 其实是一直存在基因而引致这件事发生的 737就很多年啦,几十年啦 其实几十年来的名字就叫737 但其实中间都改了很多东西的啦 最原初那天是1967、1968年那天就设计啦 是18、200,到1984年就重新设计过 其实转了很多东西的啦 即是有电脑飞行啦,有其他新的科技啦 到737、1997年就叫Next Generation 就是现在普遍飞机常用飞的737啦 我们看这个图就可以看到啦 其实它有四只的,这只最原初1960年那天呢 它是用这些叫Jack Engine啦 就是类似一些战机的引擎这样的 这个我也是抛一下书霸啦 因为我研究了这个波音的股票 我很久之前讲过啦 我研究了它们发生的什么事啦 这个737最原初的设计是给些中小型机场去飞的 所以它整架飞机设计到很矮的 那刚刚呢是离地小小的而已 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离地小小有什么好处呢? 最好处呢就是它维修引擎很容易啦 因为每一个工作人员呢 只要站在那里呢 不用单梯什么都不用成呢 就可以直接维修引擎啦 另外运送行李呢 都因为它这个脚架是这么矮呢 你直接扔上飞机里就行啦 不需要任何电动的设施的 所以很多中小型机场呢 都是非常适合737去飞的 即是196几年197几年那时啦 即是完全不用任何设施的 但是呢它一路发展呢 就因为它这个好处呢 也都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因为呢 现在的引擎越来越大步 它发现去到737 Next Generation 即是1997年啦 刚才讲 1997年那时呢已经发现 喂! 现在引擎这么大呢 塞不下这么矮的飞机喔 因为引擎越大呢 Efficiency就会越大 就是越坑油 还有推力越大 因为洞大了啦 很简单啦 你可以再多些人再多些货啦 去到1997年那时呢 它们已经在玩这个设计 即是呢 它强行呢 因为大引擎呢 它就批了下半分的引擎的原型 它就回不够高啊 所以呢 它就塞了这个引擎下去 如果你在机场呢 看到呢 就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呢 引擎的开口呢 不是原型的呢 就是737-88啦 现在很多飞机都在飞的 到737MAX那时呢 因为呢 它要再塞一个再大的引擎上去呢 它唯有呢 将引擎在飞机底推到前面 那些波音那些引擎呢 就在想啦 飞机底已经不够位塞了引擎啦 那怎搞呢 我看回这张图呢 引擎是塞在机翼的底的嘛 那它就想到一个办法 要么就是升高整架飞机啦 那下面那个轮高了啦 那就可以放一个大一点的引擎咯 另一个办法呢 它就将引擎放来前面 在飞机翼的前面 那但是这个做法呢 就引致飞机翼的气流的改变啦 那你见呢 最原初那一代呢 飞机引擎是完全在飞机翼下面的 那越放越前 放了上飞机翼的前面了 这里已经 引致它气流改变呢 就是它低空低速那时呢 就会飞机的引擎一大力推呢 就会自动向上的 那中间是气流动力壳那些 我就不解释啦 总之anyway呢 它低速那时呢 一大力加推呢 飞机就会自动向上的啦 那因为你速度不够呢 它向上推呢 就会引致飞机叫做stor 就是它升得太快啦 就没有向前的动力 那飞机呢就会升下升下升下 一声就自己跌下来的 即是失速呀 那所以呢它就有个software system 去解决这个问题 即是它不用一个hardware去解决 因为它的飞机呢 其实本身已经是失去平衡啦 即是整个飞机的设计呀 动力和重量设计呢 是失去平衡的 那它唯有呢 在软件那里呢 它硬砌这件事出来 就是它detect到 这个软件detect到飞机 又向上的动作呢 它就会按下飞机头的 那按下飞机头的 那按下飞机头的同时呢 就是令飞机可以继续平衡飞行啦 即是它hardware本身有问题 它就用software解决 但是怎知software呢 就是有bug的 相传它们就是拿去印度 给一些印度的工程师搞 因为外判再外判再外判这样 就给印度的工程师搞 那写出来的software呢 是未test清楚而有bug 因为它有不同的sensor 可能我速度计的sensor坏了呀 那令到呢 software无故地疯狂按下飞机 那飞机就疯狂地向下 插在地上那里了 那引致了两件上次的意外 那其实呢 为何波音这么急要出这架飞机呢 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Airbus呢 现在已经dominated了全部的小飞机 它们叫扎体飞机 Lerobody 什么叫扎体呢 就是中间只有一条行的就叫扎体啦 我们平时搭777 有两条行的就叫阔体飞机 扎体飞机就是一条行的意思 就是它们用些名词很厉害的 但是雪穿的其实很白痴 这个叫扎体飞机呢 那它就是 有什么不同啊 大家见到啊 它的轮子呢 天生是高点的 高点变了它就可以配大一点的引擎 而不会刮地啊 你看这个啦 这个引擎大很多的 是没有刮地的是不是 所以呢 Airbus呢 是领先了737 就卖多很多飞机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引擎啊 因为它越大的引擎 它的推力越大啦 它就越载得多人 越载得多货啦 那那些飞机公司呢 就喂 737没那么行啊 321Airbus劲很多啊 个个转头了阵营去买Airbus 那所以 波音呢就这么心急 踢走这个旧款飞机 就转去这一架737 MAX那里 那就是发生了这些问题啦 那但最近炒了这一架呢 即今天炒了这一架呢 就是旧款来的 那most likely呢 这个1997年飞到现在呢 都是非常安全的 那个73788 most likely都是因为打仗的原因 才会令到它撞机啦 这一架另一架图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啦 对比了737 MAX和73788 它的引擎的高度啊 它硬把大一点的引擎放上去 那又可以顺便讲了呢 另一些飞机的冷置式这样啦 那其实它这个design for中小型机场呢 都是design for一些完整的石屎跑道的 通常我们见到那些私人飞机呢 那个引擎是飞机尾那里的呢 是吧 那为何有些飞机的引擎飞机尾 有些引擎飞机在飞机中间呢 那其实就是牵涉到它大小机场的问题 因为它那些小飞机呢 它预计你会在那些超小型的石子路 那些叫Airstrip 即是不是真的机场那样啦 即是一条路给你降落那些呢 那飞机如果好像737这些挂到那么低呢 就会吸到那些石子路引擎那里 那一走就打爆那引擎的啦 那所以呢 那引擎越放得高呢 就越少机会吸到其他移物进去飞机引擎里面 但不好处呢 就是难些维修啦 因为飞机引擎挂高了嘛 那你要单梯才可以维修 但如果这些呢 它要做什么maintain的那些 一走过去就可以做到维修啦 那是非常方便的 那如果引擎挂在飞机尾的时候呢 也都牵涉到那些油管啊 电子线啊 那全部要拉到很长啦 因为油缸呢 就在机翼的旁边的 那如果引擎挂在机翼下面呢 就近些啦 第二呢就是如果有什么事那些油崩坏了呢 那些油都会基本上 因为这个地心吸力呢 都会继续跌到引擎的 那versus如果引擎在飞机尾呢 油泵一坏了就滋滋啦 就是没有油的啦 那这些我都是上youtube看的 因为前段研究这个波音的股票 去研究了这个飞机的设计的 那另一张图呢就是讲了呢 这个320的鹿呢是高过737很多 这个有一个好处变成最后现在的坏处 也都引致到呢 现在波音呢基本上是完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它是之前被人停飞了啦 那一路呢它还不停生产这些737 MAX出来 因为它的生产线是不能停止 它生产市一停止了的时候呢 它下游所有的供应商啦 还有员工呢都会收拾了架 还有走路 那它就迫着继续生产一些坏的飞机出来 那搞了一年隔了一年呢 它终于到现在才决定呢暂停生产 那但是呢美国还是不让它飞 因为不确保飞机安全嘛 那怎么让你飞呢是不是 那再跌多架下来就死了很多人 那所以现在呢 波音的股票呢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买 它现在还未有办法解决到 它这个飞机设计的问题 已经令到它生产了全年啦 它有一个月可以生产几十部飞机喔 全年生产了几百部垃圾飞机出来 是没用的是垃圾来的 它工程师要想怎样改现有的飞机 再重新设计过再出一个新款飞机出来 而要再等它安全 那现在你炒两部当然是验尸那样厌嘛 所以呢这个是随时令到波音可以欠很多钱 甚至倒闭的问题来的 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再买波音股票 因为有人跟我说呢 它买了波音股票呀 如果你不用亏的话呢 就最好立即走了去了 那最后呢下次呢 我们搭飞机可以教大家认下飞机啦 这个就是波音320啦 你看它的鼻子是低点的 还有圆点的 好像是小鳥的我觉得啦 那引擎是大点啦 如果这个波音737呢 鼻子相对是在中间少少尖点的 样子奇怪点的 还有引擎是扁的 那就认到这个是波音和Airbus的分别啦 再看一次啦 这个就是Airbus啦 是很圆的 这个呢就是737啦 很明显是矮了下去的飞机 还有是扁了的这一块 对不对 还有呢 鼻子是瘦点的 这个尖点的 这个鼻子是圆点的 好啦今天就这么多啦 你记住呢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share和like这条片 最重要呢就要留言 多谢大家 是这么多拜拜